把那個結果給final一下 啟動錶單有沒有 他就跳出來 然後你要輸入一些乘期 假設我就輸入 那當然一定是按Enter 然後就輸入 輸入一些乘期吧 當然你可以測試一下 如果輸入正確的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Enter 他還要再跳過來 再按一個Enter 他才可以 怎麼樣呢 輸入資料 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這邊按Enter 不用再跳這邊 這樣的話手就可以 不用離開鍵盤了 不然的話你還要再 再不然就是點這邊 大家覺得有點不方便 所以如果假設我這邊Enter 隨便打一些乘期 有沒有Enter 跳到這裡 有點好像感覺 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又差那麼一個小地方 所以沒有辦法 你這邊按Enter 自動就轉換成按按鈕的動作 這樣這個系統就更加完善了 以後呢 就直接Enter 就直接有辦法輸入了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辦到 當然可以啦 不過之前同學突然問我 這個該怎麼做 問了一下 不過呢 按照實際上的 經驗 就是 你要怎麼把一個問題解決 其實你只要了解 他的 運作流程 你就可以把那個答案找出來 怎麼做 大概幾個重點 一 接到那個 這個 哪個 這個 對 那當他怎麼樣 按下Enter 的時候 那Enter的時候 特別是他的ASKIKO是13 Enter的內碼是13 我知道第一個訊息 ASKIKO的內碼是13 第二個 當他按Enter的時候 會觸發一個事件 叫Key Key就是按鍵 就是被按下去 所以我們直接在這個 點兩下 他預測的事件 這個叫事件 Change 是裡面改變的 那我可以把那個事件 改成什麼 Key 被 按下去 有沒有 會有個事件叫Key Down 意思就是說呢 有一個按鍵被按下去 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Change拿掉 這個不用 因為他這多餘的 好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Key Down 這個是一個事件 當你按下按鍵的時候 他會傳給你幾個東西 1 2 不過這 比較重要是這個Key口 他會告訴你說 到底使用者是按了哪一個按鍵的號碼 那我剛剛講的 如果他按 那個Enter的話 是3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這邊 做一個邏輯判導 如果什麼呢 if什麼 我這個Key口 假如等於3的話 意思就是說 那個使用者 按下按鍵呢 他等於13 按Enter的意思 Then 才去做數字 其他的都不要 做任何數字 And if 這個意思 如果是Enter 才要去做後續的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什麼事都不發生 比如說你按其他按鍵 他不會一樣 不然的話 他如果要輸入 他輸入數字 一直跳這個訊息 那就不對了 那做什麼呢 就是把 他這個Enter的動作 去 換成什麼 換成按下這個的按鍵 有沒有 我們按他 那按他的話 你會發現 他是一個SOP 後面有一個 Command Button 1 Click 有沒有 所以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呢 再 切到剛剛的那個 這個 KeyDown這裡 那你就把它 打一個Call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是13 我就去呼叫 剛剛那個Click的 那個 那個副程式 意思就是說 等同是什麼 點擊那個按鍵的動作 應該可以了解那個邏輯 程式應該就寫完了 這個寫的 對不對 其實 我想應該是對 我看一下 其實就在這裡 如何按下Enter 直接輸入資料 有沒有 所以可以看一下 Testbox 當他KeyDown說 程式其實真的很少 但是這個東西 你在什麼Google 也不見得有答案 有的東西實際上就是 實務經驗 所以我完全用推理的 這個是我用我推理的結果 那但是 正確與否 接下來就是要實證 所以我們就是 再來怎麼樣 把剛剛的動作 射中斷底下 因為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射中斷 然後他會停在這裡 我把重點再回顧 1 我們可以在哪裡 這個地方 因為我要 按Enter 判斷是不是 所以我點亮一下 他預設的事件是 選取 把選取改成KeyDown 然後呢 判斷他的KeyCode 是Enter Enter是13 如果是的話呢 就扣什麼 扣那個 Button1 Click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 把這個 Sub 複製 當他是的話 就扣他 大家試一下看看 如果是這樣 的話呢 就更完美了 因為 基本上 我們就差內衣服了 這樣的話呢 系統 弄起來 不是 現在已經是 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有輸入資料 他就會怎麼樣 他就會 跑到這個中斷點 這個中斷點 所以我剛剛跑的 那這個因為我輸入的KeyCode是 那個 40幾 4的話就是104 所以 這個先讓他跑好了 這個 判斷一下 是不是13 43的話就進去 不是的話就跳 不是 OK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再輸入一下 假設 只要他一輸入他就跑這裡 乾脆讓他全部執行 不然他會有一個中斷點 45 好了 這個45都跳過 當我按Enter Enter 好 這個時候有沒有 KeyCode是不是13呢 有沒有要放這裡一下 有沒有 KeyCode得13 因為 Enter的時候呢 他就會 剛好 Enter那個鍵的 密碼 剛好就是13 那他弄到13 兩個字是Made 4對不對 你會發現 他的Code Kamemba 1Click 跳到上面 他就去執行按鈕的動作 所以 就全部幫我跑 那你會發現 他就直接 幫我把他直接輸入了 OK 中斷點就可以拿掉 因為中斷點 這部分就 反正你確定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是直接 這樣子再跑一次 所以基本上 你就可以 這樣子 Enter 然後輸入成績 所以你會發現 輸入成績 就可以變成 真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有沒有 嘿嘿嘿 所以這個 這樣的東西 整個就是很 我想應該還算成熟的東西 這個不是 只能做一些 好像 玩具的 其實實際上真的 你可以只要 平常要輸入東西 你就 打打打 Enter Enter 打打 Enter 有沒有 這樣就很方便 這個東西的話 直接就輸入到 就還蠻順暢的 我覺得 OK Enter 沒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 試著把剛剛 最後 我是多補充了一個 這邊 按Enter 的動作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就表單的設計 那 其實Excel VBA的表單 除了可以設計單一個表單之外 它可以設計很多頁面 你可以呼叫某一個 所以呼叫某一個 比如說 HOME 是首頁 進來以前要呼叫一個 Page 1 你可以Page 1 Show HOME點開 HOME就把它關起來 你可以做很多頁面切換 所以呢 其實要真的要做一個 類似比較複雜的 那個輸入系統 甚至是 就是一個 一個 類似進銷存的系統 也不是什麼問題 那還有一個好處 資料 可以直接存在 不是存在資料庫 把Excel VBA來用 那這裡的話我想 可以 盡可能的 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 稍微做一些 可能你平常會用到的輸入介面 來 輔助大家 在輸入上面可以比較 不會輸入一些 不應該輸入的資料 那 最後當然還有就是 我們輸入的資料 沒有畫框寫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 他一邊 那個 輸入之後 一邊幫你畫框寫 那你可以把畫框寫 那個功能再加進來 不過我想 請各位 延伸性的稍微 其他練習 但你會知道 要不要再加進來 那些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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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